早啊,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农历5月27 首先进入药文 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1万亿元 同比增长2.1%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3日,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T-8A返潜徐洛基过航海湾海峡发表谈话 全程跟肩警戒,依法依规处置 13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针对日瑞宝完号渔船非法进入我赤围与领海表示 中国海警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一切违法活动 针对日方设立800亿日元规模的核污染水排海基金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13日表示 这明显是企图稀释宁人的封口费 也说明核污染水排海真有问题大有问题 13日,国台办发言人就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打击者问 鉴于天亮医疗能深刻认识错误 在两岸关系上表达正确立场 即日其不再对其采取禁止大陆组织、企业、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和禁止负责人入境等措施 国家网信办等期部门近日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 图片、视频等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应进行标识 下面是一组资讯 13日,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启动试运行 开门迎接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 这是成都大运会场馆运行的重要标志性节点之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 自6月夏粮进入旺季收购以来 全国粮食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3190万吨 与常年水平大体相当 商务部等16部门13日发布2023年加征兴农行动工作方案 提出引导家政企业优先流用脱贫人口 对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 按规定给予失业保险门岗返还、社会保险补贴等 国家能源局13日发布数据显示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75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3.9%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10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2% 13日由中国一众城志的全球首台海南昌江玲珑一号反应堆核心模块竣工验收 齐航发运 标志着我国在模块化小型堆技术创新和核电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机身世界前列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量子纠缠态支备 将量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的记录由原先的24个大幅突破至51个 13日18时许 甘肃省甘南夏河县710山洪泥石流灾害失联人员一批军已找到 搜救工作已结束 本次灾害共导致4人遇难 7人受伤 13日 原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厄生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 滥用职权案一审开庭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6年至2021年 蔡厄生非法收受财务超5亿元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13日通报江苏镇江 以飞机坠落泥地事件 机上两人无生命危险 航空气损伤严重 民航江苏监管局正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工作 北京警方13日发布通报 针对国家博物馆周边存在黄牛加价倒卖免费门票的情况 警方近日打掉一批倒票黄牛 依法刑事拘留6人 行政处罚3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3日发布暑期文体精品节目 推出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主持人大赛成都大运会转播报道等27档文体精品内容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塔夫里亚作战和战略集团指挥官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乌克兰已获得美国提供的极数弹药 目前还暂未使用 联合国机构日前发布报告称 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局势影响 2022年全球约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 比2019年增加1.22亿人 加拿大消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13日16时 加拿大全境有超过900多处火点 573处火情失控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第二批 四个体育比赛项目门票 经其陆续启动销售 202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于7月14日至30日 在日本福岗举行 其中跳水项目比赛将于14日至22日进行 中国跳水队派出18人队伍 参加全部13个项目的角逐 中央气象台13日18时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14日白天 新疆、华北中东部、黄淮北部和西部、江南、华南等地 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其中 新疆土鲁番盆地、福建东南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或以上 中央气象台13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13日20时至14日20时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部、西藏东部、江汉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 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近日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研究团队 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量子纠缠态制备 将量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的记录 由原先的24个大幅突破至51个 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加速效应的根本来源之一 纠缠比特数目的增多可使量子计算能力乘指数增长 这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超导量子计算体系优异的可扩展性 对于多体量子纠缠研究 大规模量子算法实现 以及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目前在国际上规模最大的纠缠态制备 就是说量子计算的操作过程当中 它的精度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可以保证在大规模的计算当中 让它发生错误的概率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为了我们后续实现规量子计算 奠定了技术基础 主播说联播今天来说一张很有分量的成绩单 这几天我国经济半年报将陆续发布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各部门的期中考考的怎么样 今天外贸成绩单新鲜出炉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1万亿元 同比增长2.1% 可以说外贸进出口稳中提制符合预期 这个2.1%来的是相当不容易的 让我想到了三个词 首先是突破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历史同期 首次突破了20万亿元 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新突破 有一个细节 外贸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上半年合计增长61.6% 这是一种突破 让人惊喜 其次是突围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着多重挑战 经济周期波动 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 导致了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速持续下滑 在这种背景当中 我国外贸顶住了压力 实现了突围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实属不易 最后是凸显 上半年我国外贸逆势增长凸显了什么呢 凸显出我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当前我国外贸确实是有压力 有起伏 有挑战 但是我国外贸进出口 基础坚实 稳中加固 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继续发力 今年全年我们有信心继续巩固市场份额 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